让我们一起攻读上帝的话 今天所要证到的经文有三处 第一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43章第19节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 现在它要发生了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在荒地开挖江河 第二处圣经经文取之以西节书36章26节到28节 我必把心吃给你们 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食心 把肉心吃给你们 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遵行我的利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要住在我 吃给你们列主的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第三处的经文取自取释录第21章第5节 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 看啊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真实的 圣经就读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领受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大家平安 今天我想谈的是我们生命里的新故事 那我所说的故事呢 是指我们的个人见证 有关我们的初心 或者有关在生命不同季节里 我们如何经历神的同在或帮助 OK 所以我先开始要问一问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随时都预备好 可以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个人见证 或者分享在生命季节里 所经历到神的故事的呢 有的话请你们举个手 就是 哇 OK 挺多的 OK 希望可以有更多了 OK 所以 那如果你的第一个反应呢 就是我没有个人见证 可以分享的话呢 你该不会是唯一会这么说的人 OK 当我们在预备这个帮杀短宣的时候 我们需要分配工作嘛 那谁来领唱 谁来代理游戏 谁来分享见证 但每次来到说 谁要来分享见证的时候 我脑里总是对自己说 我没有个人见证可以分享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我来自基督家庭 OK 从来没有怀疑过耶稣 也从来没有质问基督教信仰 我也没有必要去问那些 如果的问题 就是如果耶稣不是真实的 就怎么办 如果有更好的宗教 又怎么办 如果读圣经是在浪费时间的话 那又怎么办 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 很轻易地相信和接受 就像呼吸一样很自然的 我也没有经历家人的反对 所以没有说信主之前是一个争斗 斗争 所以字面上看呢 我的见证应该是非常无聊 非常闷的 我不认为我有什么 可以扣人心弦的见证故事 可以分享 可是到了邦莎就不一样了 OK 在和邦莎那里的人互动时 发现自己其实跟他们 有许多生命的交流 即使没有非常精彩的 初信见证故事 但神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 在他各个季节里的帮助 这些都算是我的个人见证 是我经历神的故事 这是因为在每个新的季节里 我们都有新的挑战 而每个新的挑战 都能带来新的学习 新的转力 列点 所以我们永远都会有新的见证 新的故事 可以用来和别人分享 述说 续说 神的奇妙工作 所以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呢 他也可以为他所有的子民 做同样的事情 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直做新的事件 我们一直都会有新的处景 新的盼望 我们可以有新的突破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位更新的神 一位创造新生命 其事的神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应用以赛亚的话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见过 耳朵未曾听过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上帝是一位大急工匠 一位大师 设计师 他总是为我们预备和创造新事 所以今天的经文有两个提醒 就是只有上帝能够创造新事 只有上帝能够使你更新 那你相信上帝能做这一切吗 你相信上帝一直在做新事吗 你对新事有所细心关注吗 那第一只有上帝能够创造新事 那首先我们来看经文 以赛亚书 我们要看那个上下文 所以这里是以赛亚书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我就不念了 因为太长了 你们可以在荧幕上看 那当你看到 第十六跟十七节的时候 写到这些字 海中开了一条路 你也看到战车 你也看到马匹 你会想到什么故事吗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是上帝拯救 以色列人的故事 那如果你也记得 上帝总是提醒以色列人 要一直记得 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故事 对不对 他们一直要记得它 然而在今天的经文里 第十八节中 他却告诉他们 不要回忆过去 你们不要怀念 先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 思念古时的事 那当以赛亚说 不要怀念 先前的事 不要思念 古时的事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一方面 这意味着不要显入 不要停留 在过去的故事中 OK 有位作者 Warren Wilsby 这么写道 别说 别说为什么 为什么古时的日子 比现在得好 如果你不断地看 往后镜 你就无法前进 过去是调整 你前面方向的舵 而不是拖累你的毛 我们必须向过去学习 但不能停留在过去 那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的驾驶技术 非常的差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得到这个执照 当他拿了这个驾照不久 他的妻子就向我抱怨说 他的先生开车的时候 总是看往后镜 那开车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一直要看往后镜 你应该是担心 你撞到前面的人 而不是担心后面的人撞到你 因为他说 他先生总是担心 后面的人会撞到他 So 撞了两次的车之后呢 他的孩子们也在车里面 所以他的妻子就禁止他 永远不可以开车 Forever cannot drive 那如果你不断地看往后镜的话 你就无法前进 过去是指引你的舵 而不是拖累你的毛 过去无论多么美好 只是一个指南 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学习 但我们不必生活在过去 那你记得当以色列人 他们面临眼前的困难时候 他们往往做什么 他们却是怀念埃及的日子 和埃及的粮食 当他们的圣殿受到危机 受到攻击的时候 他们总是哀叹 过去前有的荣耀 和过去的壮丽 他们都记得 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 为这些东西哀叹 就是好像所吃的食物 所曾拥有的风光和荣耀 而不回忆和渴望 那更宝贵的东西 就是神给他们的诫命和应许 那我们当中 可能也会有人 经常看往后镜 经常满怀热爱地 陶醉在往事 我曾经是 非常活跃的基督徒 我以前每年都很热心地去短宣 我曾经是受洗 首席招待员和领唱者 那时我跟神非常地亲近 每个祷告会 我都会出席 那时我们的祷告会 总是爆满 当时我们很多 参与各种侍奉 那如果你深信 在你的生命里 只有上帝才能 创造新的见证 新的故事的话 你就得看前面的路 而不是看往后镜走 神总是要做新事 命令一切动物 一对一对地进入这个方舟 是新事 那洪水掩盖地球也是如此 开辟红海 再让河水掩盖这个敌军 是新事 城墙因以色列人行军七天而倒塌 也是如此 将水变成酒是新事 让彼得在水上行走也是如此 从坟墓里复活是新事 未来圣徒的复活也是如此 上帝总是要做新事 你相信只有他才能做到吗 那刚才我问了这个问题 当以色列说 当以赛亚说 不要怀念先前的事 不要思念古时的事 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除了意味着不要险入 不要停留在过去的故事中以外 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上帝的期待 要从零开始 就是说 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starting from ground zero 那以赛亚在这三节说到 他在海中开了一条道 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 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 现在它要发生了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在荒地开挖江河 先知以赛亚是在安慰 那些被流放到巴比伦的人民 透过这个以赛亚 上帝其实是这样的在告诉他的人 我曾在大海中开辟了一条道路 那是非常好的事 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但现在你们必须停止 执着于过去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该走的也走了 该行的事也行了 你的痛苦虽然会很长久 等待的时间或许也很长久 但你必须停止失去盼望 你不必失去 你不必为失去的辉煌而绝望 你一定要坚定 因为十九节就说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 现在它要发生了 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在荒地开挖江河 没有摩西在吗 没问题 没有大卫王在吗 no problem 没有圣殿在吗 没问题 没有先知在吗 没问题 流亡后没有盼望 没有期待吗 也没问题 只要相信我 希望在于我 我是做新事的神 相信我能赐给你新生命 新的开始 新的方向 新的盼望 那根据这位著名物理学家 Steven Hawking 他曾说过这些话 他曾表示在生病之前 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兴趣 他对生活没有什么兴趣 生命对他只是毫无意义的存在 他就喝大量的酒 而且也没有做太多的工作 之后他被诊断 患了这个ALS病 预计寿命不能超过两年 然而他声称他成了一个 比以前更快乐的人 为什么呢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的时候 他说 当一个人的期望 降为零时 他将会为自己 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感激 当一个人的期待 降为零时 他将会为自己 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感激 那朋友们 在我们今天行走的门徒道路上 我们对神的期待 是放在哪里了呢 是放在五十年 三十年 十年 或五年前所经验过的 或曾享受过的成就吗 在我们当今的CBC季节里 我们对神的期待和盼望 又是放在哪里了呢 是放在四十五十年前 曾享受过的辉煌的时期吗 如果正是这样的话 你的期待 你的盼望 就根本没有移动到 我们是不是又想回去埃及 又想再次穿越红海呢 我们是否又想 再次回到圣殿 敬拜 再次献祭呢 我们是否还盼望 要有泥巴放在眼睛上 我们才能看得清楚吗 或希望 又再次能够触摸耶稣的衣经 以变得到医治呢 我们是否就是一直要唱 过去熟悉的敬拜歌曲吗 我们是否希望 过去的领导人 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吗 我们是否希望 CBC回到往日一样的黄金时代吗 诗人说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启示录的作者写道 在神的宝座前 众使者 众长老 众人都唱新歌 当你建筑的时候 你还是会唱新歌 你不需要把现在的赞美诗 或赞美之前的歌谱 带进棺木里 为什么你对未来的愿望 只是要重温过去的事情呢 为什么你对未来的愿望 只是要重温过去的事情呢 那如果你的期待和盼望 还寄托在过去 那我们真的是淡化了上帝的大能 我们削弱了上帝的创造力 我们也淡化了神的伟大 淡化了神的奥秘 我们能不能将所有的期待 重置为灵 Ground Zero 开始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呢 能不能鉴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季节 我们什么都不期待 只期待上帝在旷野开道路 在这荒地为我们开挖江河呢 上帝愿意在旷野开路 祂是做新事的神 那上帝不仅做新事 我们的第二点是 只有上帝能够使你更新 只有上帝能够使你更新 那每个人都爱听故事 对不对 每当到了故事的结尾时 经常会问这个问题 故事的寓意是什么 故事的教导 教导了我们什么 我们甚至也是如此应用在圣经的故事里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见证或故事 带有这个寓意或教导呢 而这些寓意或教导又如何足以相关来鼓励或激励他人呢 我们今天第二段经文 就说到上帝使我们焕然一新 就是以西结书 我也不念就在荧幕上 那只有上帝才能使你焕然一新 他给你新的开始 新的生命 可是呢 虽然你开始新生命 但别忘记 你的旧本性 就是肉体的本性还是存在 这个新和旧的本性都在相互对立 要治死旧的本性 使手新的本性 是我们的属灵征战 而我们如何应对属灵征战 如何依靠基督并通过试炼 在其间与他更亲近的种种经历 这些都能成为我们生命 具有影响力的见证和故事 可是呢 如果我们的见证或故事 要很时机 很相关的对其他人有帮助的话 他们必须符合我们当前的生活 三十年前的你第一次信主 你的心可能充满了喜乐 对属灵的东西也非常的渴慕 但如今你没有喜乐 你也没有属灵的渴慕 那这就呈现了一个脱节 这脱节可能会使你的见证 或你的故事无效 你的听众会说 哇 你信主的见证太奇妙了 真是激励了我 但他们今年看到的你 是否是一个新造的人吗 你的新生命 只是那一张当年受洗的证书吗 你的新生命的寿命 只是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而已吗 你的听众会说 哇 我被你的故事吸引住了 我看见你怎样依靠神 祂也大大的帮助了你 但他们如果 看今天的你 仍然还是一个内心 仍然是不是还是一个内心祈求 内心依靠上帝的人呢 还是他们所看到的你 是一个行走在失望和遗憾中 行走在沮丧苦毒中的人 因为上帝没有给你想要的 所以你就早已远离了他呢 那故事和人若有这个巨大的脱节 这可证明 你并没有被更新到 之前新造的你已经是生锈了 因为你远离了基督 神是做新事的神 祂也是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神 祂需要 你需要被神更新 没有人可以为你做到这一点 那许多人就是不愿意 要么就是认为 无法让上帝在他人生 每个季节里去更新他 他们也早已放弃 相信神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 做新事 那如果存有这个巨大的脱节 你仍然没有改变到 你仍然只是紧抓着过去的转变 过去的见证 过去的荣耀 过去的信仰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所行的 我们所信的 可能就是我们家人或朋友们 唯一可以阅读到的圣经 就是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谈论 以赛亚书 我可以跟我朋友谈论 哥林多前后书 传道书 但里传道书可能就是 他们这一生唯一能够阅读到的书 你们自己的书 瑞英书 柳春书 章会国成书 可能就是你们家人和朋友们 这一生唯一能够阅读到的书 上帝要不断地在我们的书本中 添加新的章节 添加新的故事 新的见证 他要为你做这一切 他要添加新的章节 好使我们的结论是最好 最新的版本 那有一个故事 关于这位著名艺术家 名叫保罗 他在欧洲旅游的时候 丢失了他的护照 当他来到边境口岸时 他希望官员会认得出他 并允许他通过 那官员不认识他 也不相信他是什么著名的艺术家 官员就告诉保罗 我就来试一试你吧 这里有纸和笔 你看对面的那些农民 你画得好的话 我就可以让你过关 所以保罗果然就画得如此迅速和熟练 以致这个官员立即相信 他确实是那个著名的艺术家 他的图画证实了他的画 他的图画证实了他的画 那同样的 我们的生命证实我们的故事 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成为新人 上帝的怜悯永不止息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所以唯有上帝才能为你创造新的故事 在你生命的每个季节里 为你做新事 但请注意 新故事 新事 未必全是好的一面 肯定会有不开心 不愉快的一面 我们会有上帝试探我们的 试探我们信心的故事 而每个新的试探和考验 它可能 你可能会显入新的痛苦 新的愤怒 新的忧郁 新的仇恨 新的愚蠢 新的眼泪 新的破碎 新的偶像崇拜 新的影 但只要你不放弃 坚定不移 只要你在基督里克服一切 你的书本就添加了新的章节 每个胜利都会让你 焕发出新的光芒 你就像一颗精致的宝石 慢慢地更能准确地反映基督 最后一章经文提醒我们 最好的事尚未到来 最好的事尚未到来 这个是在启示录21 一样的 我就是一到第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 还也再没有了 我又看见圣殿 新耶路撒冷 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 准备 预备好了 好像打扮整齐 等候丈夫的新娘 我不念下去了 OK 朋友们 我们有一位做新事的神 他是一位大师及工匠 他是一位大师及设计师 他总是为我们预备和创造新事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终的新故事 就是从启示录我们看到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终的新故事 不是一切总结 而是一切开始新的篇章 新的荣耀 唯有这位神才能带出新天新地新的子民 唯有他知道新子民的名字 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 他们是基督的新娘 朋友们在新天新地里 我们将拥有新荣耀的身体 我们会遇到过去的朋友 也会遇到新朋友 不过肯定的是 我们都会一同唱新歌 你相信上帝能做这一切吗 你相信上帝能够 一切使一切都变新吗 你关注新事吗 你渴望生命中 每个季节里不断有新的篇章篇吗 你渴望你这本书 有一个光荣的结局吗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无人能相比的神 你给我们心盼望 心期待 因为你要在我们当中做新事 在基督里 一切都要更新 阿们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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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